歡迎收看十二點半新聞 我是吳修華 先看今日的新聞重點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一周年 全國的眼午一年前發生地震的一刻 為死難者盲哀 特首選舉懷疑出現黑金政治 立法會是否有需要召開特別會議討論 議員有不同看法 對於是否透過釋法解決雙非問題 黃銀龍說不可以輕率而行 詳細的新聞內容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發生一周年 五全國各地都有悼念活動 官方會於下午舉行追悼儀式 剛剛做過心臟手術的天皇名人會出席 五全國會在一年前地震發生的一刻默哀 死難者的家屬也紛紛到無緣敗祭遇難的親人 張慰平報導 爸爸失蹤了一年來到三一一地震紀念日 深夏宏遇佩錦哀相 鄰居其實親眼看到他的爸爸被海嘯捲入大海 雖然一直沒有下落 但他認明白空多吉小 一早就為爸爸設立墳墓 一住清鄉遼表哀思 他在這一年不時倒密私人陷入仇水 沒錯 真是過了一年了 每當我看電視或看書 我就會不停想起我的爸爸 尤其是當經過一些 我爸爸可能被海水沖走 而經過的地方 我就會很傷心 我告訴自己 他做了一輩子的漁民 現在他永遠回歸自己最深愛的大海 我唯有用這種方法安慰自己 至於65歲的富田公子 他帶了鮮花 在三個子女和七個孫的陪同之下 去到墓園拜祭越南的丈夫 他說每個月的11日都會紀念丈夫 在各次災難之後 每個月的11日就是我丈夫的紀念日 我不敢相信一年時間已經過去 我認為他好漆仍然無時無刻 關顧我們保護我們 大船渡市有340人在地震中死亡 有84人依然下落不明 作為岩守縣南部沿岸的中心都市 和工業重鎮 大船渡市現在依然滿目倉儀 不少撤走了的民眾重返家園 再看看自己殘破不堪的房屋 東日本廣泛地區和大船渡市一樣 到處都是退換敗雅 東局還未推出具體的重建方案 東北三元即是岩守、攻城和福島 只有大約6%的瓦力被運走 超過2000萬噸的瓦力還未清理 至於日本的旅遊業也都受到重創 去年旅客量比前年銳減接近三成 當局在外國出動宣傳攻勢 又推出免簽證 提供免費機票等措施 希望在未來5年全力吹谷旅遊業 亞洲電視記者張維平報導 日本去年三一一大地震引發海嘯 五岩守縣有一棵蟲樹 沒有被洪水捲走 為災民帶來重生的希望 孫小琴報導 去年大地震引發的巨大海嘯 岩守縣的陸前高田市 全市幾乎被淹沒 三千多間房屋隨水而去 近兩千人的生命消失在洪水當中 沿海的七萬棵高大挺拔的蟲樹 被洪水捲走 但當中有一棵蟲樹 竟然挺得住韜韜洪水 押立不倒 地震過後近一年 這棵一本蟲依然在岸邊 見證著陸前高田 在過去一年的滄桑巨變 一本蟲一直被災民 視為災後重生的象征 但是海嘯過後 在泥土留下太多的鹽水 海嘯過後 又傷害樹的根部 這棵蟲依然保存這點生命之光 政府發行一本蟲的紀念硬幣 為拯救它的生命而籌款 一本蟲的故事感動全日本 鼓勵不少災民肉火重生 岩守縣災區大船到時 這間壽司店沒有被洪水沖走 只是輕微損毀 老闆新早三一 收復好店後 就重新營業 雖然生意大不如前 但是他不想放棄 可惜好景不常 幾個月之後 官員告訴他 由於那個地區的土地 在地震過後開始下沉 他的壽司店要被拆毀 新早三一迫於無奈 離開大船道到東京 繼續經營壽司店 但是他心是家鄉大船道 他說自己今年47歲 希望在60歲退休之前 有機會回鄉 現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政府加快重建進度 我現在已經60歲 所以我希望快要5年 去到達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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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真的想要去到達5年 去到達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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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守員官員說 估計至少要用5年的時間 才能完成重建災區 希望居民要忍耐 新早三一說 希望在人間 相信5年之後 他就可以回到達5年 亞洲電視記者 孫紹勤報導 有報導說 黑社會介入今次特首選舉 有立法會議員提出 下星期三召開特別會議 討論廉潔選舉 但有議員認為沒有需要 由斯洛秋在北京報導 有報導指兩個建制派特首候選人 涉嫌同江湖人士有關 有人以黑金政治形容事件 民建聯的葉國謙認為是傳言 這個說法不存在 對於立法會議員鄭家富提出 在立法會召開特別會議 討論廉潔選舉 他不認為有需要 一刻政治大家都知道 這個來自於台灣的時候 因為他要用很多的非法的金錢去運作 而出現這些 我相信香港這是一個聯交社會 我們自己本身的所有選舉 不同於外國或其他地方的選舉的方式 因為有關的錢的限制是很清晰的 而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就認為單是辯論不足夠 工聯會會長鄭耀棠就希望有關方面可以調查清楚 鄭耀棠又說會內仍未決定投票給哪一個候選人 不過這麼多事件發生之後 整體上都有影響投票取向 亞洲電視記者施樂秋在北京報導 正是北極春北京出席兩會會議的 鄉議局主席劉王發 再次否認他是上個月邀約行政長官候選人 梁振英的競選團隊 和鄉議局選委飯局的中間人 又說認識被指江湖人士的郭永雄 我沒有奮藥 我現在要做甚麼 是大丈夫和堂堂正站出來 是真是是是不是又不是 不是我藥 那我不知道 我現在要做什麼 我自己是正確的 是否朋友呢 你們 你知道 昨天我說過 四海之內 雞兄弟也 我經常去半島飲茶 我這個朋友都在那裡半島飲茶 所以我這樣認識 是 除了梁振英之外 特首候選人還包括何俊仁和唐英年 對於特區政府 是否提醒人大釋法解決相非人父問題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說 政府已經採取行政措施控制 廣東省也有配合 已經初見成效 釋法不可以輕率而行 人大釋法權是無容置疑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有我們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這個也是我們不能夠忽略的 所以釋法是不可以輕易輕率而行的 在這個莊鋒員案裡面 已經是就基本法第24條第2款1的條文 是作了詮釋的 不單止是終審法院有個判決 也都在2002年 立法會就是決議了 是根據終審法院的判決 來修改了入境條例 這個附件1的2A段 等到它的條文 是跟終審法院的判決是一致的 政府是需要根據法律來做事的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恩樂也都說 雙非人府問題會議會先以行政手段解決 短期內不會考慮尋求人大釋法 我們很清晰 如果我們用行政的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當然最好 如果情況不受控制或者有其他因素 我們才會考慮用其他的方法 釋法不是一個很簡單 以及一個很草率的決定 一定要很詳細的考慮才行 也要很足夠的理據才行 政府一定要做足我們的工作 也要有一定的民意支持才行 國際消息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 奔直法尼亞州前參議員 桑托勒姆在坎薩斯州獲勝 根據投票結果顯示 桑托勒姆拿到五成二選票 拋離只有兩成一選票的麻省前州長羅姆尼 至於另外兩位參選人 金里奇和保羅 分別拿到一成四和一成二選票 桑托勒姆在坎薩斯州的勝利 意味著他在那個州拿到40代表人票中的33張 與暫時領先的羅姆尼拉近距離 要拿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必須要拿到至少1144張代表人票 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統計 羅姆尼至今拿到458票 桑托勒姆拿到203票 金里奇和保羅分別拿到118票和66票 回到敘利亞局勢 聯合國特事安南在大馬士革 配見敘利亞總統巴薩爾滑船敘利亞危機 但會面成果有限 敘利亞境內的各地衝突仍然持續 趁錦芬報道 和聯合國及亞盟委任為特事的安南 星期六在大馬士革和總統巴薩爾會談 會談歷時兩個小時 安南說嚴重關注敘利亞局勢 向巴薩爾提出立即停止暴力 被人道主義援助組織和國際紅十字會 進入敘利亞 釋放被扣押者 開展政治對話 會應人民的訴求 但巴薩爾態度強硬 敘利亞國營電視台報導說 國內的恐怖組織不斷製造混亂局勢 在這一切停止之前 政府是不會和反對派展開對話 而安南離開前會再和巴薩爾會談 之後會離開大馬士革前往多哈 而亞盟昨天也在埃及開羅召開外長會議 出席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否認保護巴薩爾政權 說只是尊重國際法 不過會後雙方也達成一些共識 包括敘利亞有關方面 應該立即停止暴力活動 建立中立的監督機制 反對任何認識的外來干涉 以及應該保證救援物資 順利地送到敘利亞民眾手中 不過敘利亞境內各地 衝突仍然持續 在衝突最激烈的霍姆斯 反政府軍 特襲政府軍一架坦克車 而在北部的伊德里布市 政府軍就發動攻勢 就是炮轟反對派所在的建築物 敘利亞自去年3月中 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之後政府和反對派之間 暴力衝突不斷升級 聯合局說已經造成7500人死亡 而政府則說恐怖分子製造分裂 令2000個士兵和執法人員被殺 亞洲電視記者一層錦分報導 新聞報導完畢 再為 為何危險就在眼前 還有這麼多人不肯離開 災難中每一個決定都主宰生死 311 日本大地震透視生死一線格 今晚9點 亞洲台 商業區對中餐需求暢望 區內的中餐廳如何把握商機呢 近年本港出現以特色裝修為賣點的 精粉酒店 他們的發展前景如何呢 金錢世界今晚10點半 網上熱話 你有權知 人氣焦點 你有權知 娛樂秘密 你有權知 潮包資訊 你有權知 美波天下 星期一至五晚11點半 今晚What's up 最後一集 說起賣旗 我都覺得競爭是大了 你要很有市場的觸覺 你要變得好化 因為你一有一些不好的 負面的新聞 可以影響到你的捐盤很大 維善醉落 市民總理齊齊捐 不是經常有人問你們的事 總理捐了五百萬 是否可以選歌聲 香港青年聯會特約 What's up 最後一集 今晚10點 老師和法律 原來物不可分 因為本身第一天要做老師的人 他要懂法律 外國本身就是一定有這一科的 真實運作又如何形容 讀寫障礙那些 一不小心就會掉落法律陷阱 很容易被人告 我要做特首2 星期一至五萬十二點 我以為了一時之虛 就忘記了一國之骨 應有的佩服 我也是公安我們的辦事 所以我一樣 有責任守護這個國家 我要消除的 並不是自己的骨肉 而是要消除這個國家的不祥之銷 我要保守 我們要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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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之光 最莫屁 下星期日晚10點 既然是要消除 對 這除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之外 他和香港也有很大的淵源 更經常就內地股市、樓市、發表意見 他的建議對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 中國海外突約香港白人 星期六晚8點半 本更時間 受到經濟轉型影響 到了2018年 會施設指造成人手短缺 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闆 會有強調 法會通過無約束力的議案 要求教育局檢討 少數族裔教育政策 由議員就 每樣東西都有一個價 只要肯將身上所有器官組織埋伏 總共可以賺到4500萬美金 器官交易 挑戰道德底線 自由市場真是你情我遠 黑市器官 星期一晚9點 國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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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聲之後 是可以迫使到北京的劇本 都要慢慢慢慢改 我不相信 很多人希望說又流鼠 我就不玩了 推崩了它